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决定当中 有这么一句话特别引人注目 那就是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完善对维维 那么这句话 意味着已经执行了50多年快60年的劳动教养制度 终于被废除了 为什么我说终于被废除了 这是因为最近十年来 不断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各界人士发出呼吁 要废除这个劳教制度 那么现在劳教制度等于被废除了 有不少观众朋友说 废除劳教制度这是个好事 这确实是一次了不起的进步 这些年来 我始终是在关注有关劳教制度存废之争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形成了几派不一样的意见 首先一派认为该加强 说你看劳教制度执行了这么多年了 也确实把一些 私法范畴不好处理的 轻微的刑事犯罪 等于给管起来了 而且培养了大批能够自食其力的公民 为啥呢 劳教制度是什么意思 劳教劳动教养 就是通过劳动的方式教育你 再培养你的意思 这叫劳教 政府主义法治建设起到了阻挠作用 就不应该留了 就该废掉 那么更多的人呢 是属于中间立场 我们管它叫改革派 也可以叫改良派 包括我本人当初 我跟很多人探讨这问题 说我都吃这看好 我说这么些年个劳教制度 它对于社会治安 确实起到了极其作用 所以这一次的中共中央 一下子就废除了劳教制度 还真是让我们有一点小意外 但是这个小意外 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惊喜 就是我们必须承认 废除劳教制度 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一个伟大的进步